《遗世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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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 遗世系的 比较高年级的学生 还有 各位老师和我们这边的法兴一共 一起 利用短短的时间我们做简单的交流 所以今天我们用这个短暂的时间 去谈论或谈论与ACC的学生 幼稚图业业业业 首先很熟悉我们来自各个地方的 一些发心的老师和一共团队 因为你们到非洲这个国土帮助 我们这么多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从我们大乘佛教的观点来讲非常伟大 也是这种精神或者说它的贡献是不可莫灭 我这次第一次来费猪 前一段时间也到了开普顿 还有其他的个别城市 这里有很多中国的华人 他们有的在搞企业 有的在搞其他的项目 说是赚了很多的钱 也很不错的在这里 但是我一点羡慕都没有 我到了这里以后你们来自大陆和台湾 还有包括我们本土的这些地方的工作人员 你们帮助这些没有父母的孩子 这是非常从发自内心来讲 觉得很有意义 所以这是我的第一次来认识到Africa 我也认识到南非洲 包括 Cape Town 我认识到中国人 有些人做事 他们有很多企业 他们有很多钱 但实际上我并不是他们 但是我来到这里 然后看到中国人 台湾 还有其他地方的地方 你们有一个好努力 帮助他 和其他人来帮助 我觉得这些是非常意义 从我的心里 我非常恰恰你们 那么这样的精神的来源 动力 主要是来自于你们成为的和尚爸爸 因为他刚开始没有这样的发大信的话 我看很多孩子的这个命运 不可能是今天的 将来的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更明显 也许在这个时候 我们包括和尚爸爸和我们在座的很多老师 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是这些孩子们在全世界的各地 有了他们的事业 有了他们的工作和家庭的时候 才知道我们前人所做的一切的这种努力 所以我认为你的行动是由你和尚爸爸的勇气 或是由你和尚爸爸的勇气 或是由你和尚爸爸的勇气 在四十年 五十年 这种改变更大 改变更大的 改变更大 在那时 可能我们和尚爸爸的勇气 和其他学生 都没有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 现在 在那时 你可能已经去到全世界的地方 做了一切的工作 做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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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时 在那时 当你回到这时 你会知道 这一切的事 发生了一切 那些人现在做了一切 其实这些都是 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 未来的 无性的财富 现在看起来 可能 它不一定值钱的 但是对每个人来讲 在未来的成长 未来的生涯当中 它的确是值钱的 的确是 里面是有 可以说是 无上之宝 所以 我来到这里 我看到你的研究 和你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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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 这些都是 不仅仅仅仅 不仅仅仅 现在 它是非常有意思 而在未来 你会觉得 它是更有意思 和更有利益 所以 当你看起来 在那时 你会觉得 这些仅仅仅仅仅 是非常有利益 对不起 这些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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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我认为 实际上的 任何一个角落的人类来讲 不管是 白种人 黄种人 黑种人 什么样的人类呢 都 共同具有的是什么呢 都是 我们需要的一种爱 那这个爱呢 只要能传递 能互相分享的话呢 实际上 每个角落地方的话 都可以开化结果 如果我们看来 人们在世界上 我们有不同的色彩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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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些人 都要有爱 也都要传递 我们都要传递 我们都要传递 如果我们可以做这些人 分享爱 我们会看到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is a good place is a happy place 当然 我们要培养一个人 说起来非常容易 任何一个道理 最深的 最难的 我磕头上 嘴巴上 说那 非常容易的 但实际上 去做 去行持 这并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 你们在座的很多 老师和一共 实际上 长期 在这样的 可以这么称为 无边无际的 沙漠的荒野当中 狂风 四起 然后 整个 社会的资源 极其缺少的 这么一个地方 能坚持下来 无私的奉献 这就是一个菩萨 可以称之为菩萨精神 所以 它不是很容易 很难 很难 人们 很难 很难 看这个 我们可以说 我可以做这个 但是 它不是很容易 做这个 行动 不是很容易 所以 我认为 团队员 学员 学员 我认为 你可以选择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能看到 它是很风险 很风险 很风险 而且 你还没有 不够的资源 但是 你选择 住在这里 帮助人们 这段时间 我认为 这就是 非常自然的 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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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的 发行人员当中 有些很年轻 可能 跟自己的家庭 工作 生活 还没有确定下来 但是 到这里来 为孩子们的付出 我觉得 非常有意义的 不管是你在这里 待多长时间 我们要 学会 有一种 人与人之间的 融洽 我自己也 管理 各种 不同的 这种 不同的人 人员吧 在 管理人的过程当中 我们 都需要 人之间的 沟通 人之间的 一些理解 和宽容 那么 有了宽容 才可以 我们有一个 很 很好的 发行 很利他的继位 如果我们自身 没有一个很好的 这种 利他的思想 或者说是 安忍 容忍的思想的话 可能在 无论是在那个地方 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 你们发行 工作人员呢 我 引起的一个希望 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 在这里 发行 一年 两年 十年 八年 发行多少年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要对 商级的领导 要会 随顺和配合 那么跟自己的 同等的 这些同事呢 要和母相处 给下面的 呃 学生呢 跟下宿的 这些人员呢 要有一个 慈悲心来 爱护他 这就是我们 基本的 做人的标准 虽然 你们来到这里的 精神很可嘉 但是 如果我们 人与人之间 沟通不好的话呢 对周围的人 带来一些 困难和困扰 我认识 这些人 是很年轻 很年轻 我认识 你没有继续 你的家庭 你没有继续 你的家庭 但你选择 工作为 孩子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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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认识 你认识 很重要是保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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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是不容易避免 人們因為我們都會有自己的想法 我們都會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你必須找出一個方法 你必須欣賞這個活動的活動 你必須自然而不自然而不自然 and be tolerant So I really have this hope in my mind Every volunteer here I hope you can work here for several years Even eight years, ten years For a long time And at the same time When you treat your supervisor Please respect them And when you treat your colleagues Work in harmony And when you treat children Please be compassionate That's my hope for you 我去过很多世界上的一些 科技发达的城市啊 一些大学啊 但是走完了以后 就没有很多 牛下没有很多精彩的影响 但我以前去过柬埔寨 我以前去过一些 泰国的一些男民 在那里的一些孤儿园 在那里的一些贫困学生 那里呢 给我牛下了一生难以忘怀的一些影响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的一共呢 你在这个环境当中 也许一生当中根本找不到的很多知识 会学得到 And just now I forgot one sentence That was so If we cannot get along well with each other Then our communication will have some problem Then people will feel confused And at this time So I have visited a lot of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Some of them are very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very modern urban cities And also universities But I was not so impressed by those places What impressed me most was when I visited Cambodia And visited where those refugees from Vietnam They lived on the lake And those places This are very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for me So I think it's also true here for you volunteers working here You will later in your life You may find you have the chance opportunity To learn something That you cannot learn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我们生活在比较艰难的日子当中 或者说贫困的环境当中 那么人强迫性的 会增长许多的这种绵敏自信 人也会强迫性的增长 前所未有的智慧 所以有时候激发我们的智慧 和激发我们的潜能的方法 各式各样的 因此表面上看 我们这里的很多老师 来到这里来帮助别人 但也许你最大的疏忽呢 是锻炼自己 磨炼自己 你自己也许帮助自己 是比别人得到更多 因此我们每个人 往往都是所获得的这种财富 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 无心的一种反馈 无心的反馈 所以反而自己呢 就梦然 就是获得更多的 无法想象的这些财富 所以 这种财富 就是像你帮助别人的 但是在同时 当你帮助别人的 帮助别人的 自己的财富 这种财富 是不详细的 你不能看到它 但是 在你的生命中 你会发现 这种财富 从帮助别人的 非常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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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人呢 有时候我喜欢 借助一些 世界上的 研究科学和研究宗教的 一些 丁建人物 我也很喜欢 研究特别 深圳的一些道理 虽然有些道理 我现在没办法出击 但是 我很愿意去借助他们 同时我也很喜欢 借助一些 我们世间当中 是应该做 比较落魄的 非常贫穷的 极其下等的 就这些人群 Personally I like to associate it with experts or scholars in science and also in religion and I like to accept their theories their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ir achievement what they have learned or what they have studied although I cannot understand it completely at first time but I have this interest to learn more to understand more at the same time at the same time I also like to go close to poor people or you may see some inferior group of people in the world because I like to learn more or I want to have different experiences 大概是在十多年前 十多年前 我租房过一个 我们家乡的 非常非常贫穷的家里 后来我没有想到 到他们家里以后呢 一无所有 只有一个很小很小的袋子里面 有一点粮食 有一点我们所谓的脏霸 除此之外 整个家里什么家具都没有 什么财富都没有 还有一个病人躺在床上 我自从那个时候 我亲眼看到那种情景之后呢 我对自己的这种吃饭方面 从不挑剔 我觉得我们无论是在哪里 只要有一口饭吃的话呢 好也好不好也好 从此之后都应该可以 所以呢 我十年以来 十多年以来呢 我以前是比较挑剔的 这个好吃 那个不好吃 我就今天 就我有很多很多的 一些想法和要求 那从此之后呢 我自己 对自己有一个要求 我想我们以后 应该只要有什么 就可以吃得到的话 都可以 其实世界上 在我的家乡 我的身边 还有那么多的人的 这种生活状况的话呢 我们不应该觉得 值得自己再挑选 所以有时候可能 我们去住房一个贫穷的家里 或者借助一个孩子的时候 如果你有智慧的话 你从他的身上 他的生活当中 学会一辈子在其他的大学里面 就是学不到的 做人的道理 所以 超过一段时间 我认识了 一个家庭的家庭 在我的家庭 我发现 他们没有什么 在他们的家庭 只要有一些食物 就是 一样的食物 是 一样的食物 还有 一样的药 这就是 我看到的 这家庭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 很感激 I will eat this, not that. I don't choose. As long as I have food, I think it's enough for me. And so after 10 years, in the past over 10 years, I just keep this kind of habit. I'm not picky anymore because before that I was very, very picky. And now I just feel any food is good as I can get food for myself and I don't feel hungry, that's okay. And also because when I think in my own hometown there are people who cannot meet their basic living condition, I really feel this something inspired me to do something, to help them. And I feel this kind of experience is something that you cannot learn, you cannot experience even in universities. Something that can help you to learn more how to be a good person. Thank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